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我是輝 由NEXT ON推出的手遊新作 NNOSOG 文明帝國大權在握 已經在10月29號雙平台上架囉 目前我也錄坑了快兩個星期 那今天這支影片就是要讓大家快速上手 如果是新朋友,你一定要看看 對你會有很大的幫助 那老手的話也可以參考一下 有沒有什麼地方是沒注意到的 那就讓我們開始吧 首先呢,最讓大家疑惑的點 應該是為什麼我的戰力比對方高 打架卻打不贏呢 那是因為你在偵察人時,只看得見他的戰鬥力 英雄還有兵力組成 還有他可以掠奪資源 但你實際打過去的時候 他的戰力還要再加上他自己的社會政策加成 以及他的聯盟研究加成 所以才會發生 奇怪,為什麼我的戰力比他高卻打不贏 那這也是目前方優勢很大的主因 那畫面上是我們目前的戰略布局 聯盟據點可以將領土衍生 吃到我剛剛說的聯盟研究加成 聯盟的防禦塔可以在敵人攻擊我們的時候 自動攻擊他的部隊 聯盟高射炮的話 是可以自動攻擊敵軍的飛機 不是攻擊學姐 那我們這邊有拉了一座牆 那這個可以阻止敵軍穿越 但是也會影響到我們自己的移動路線 所以要怎麼蓋呢?可以和盟內的人好好討論一下 那我們這邊的做法是把前方擋住 因為我們的目標是之後要拿下後面這座 聖索菲亞主教座堂 所以我們的城牆是這樣子拉的 另外一點就是為什麼我們打別人 感覺他都沒死多少兵 那這點我想應該是因為穿透力不足 目前能用的兵種還不夠強 我們來看看這兩個戰報 這個是有對地轟炸機的 那另外這個是沒有對地轟炸機的 看是不是差距就出來了 那未來還有坦克可以製造 然後還可以用飛彈偷射別人家 不過目前我都還沒有做出來 未來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 那再來要提到的是打架的前置作業 兵種的階級差距是很絕對的 那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每個兵種的階級越到後面強化的幅度就越高 而每個人帶兵的數量是有上限的 所以你的兵種階級越高 你的戰力就越高 所以我們前期的發展策略 應該是要盡可能的多收集資源發展科技 跳出高階兵種來碾壓別人 提高大將軍的等級也很重要 他會直接影響你的帶兵量 現在大家都是第一賽季 所以最強的將軍應該都是開場給你的A級角 那直接把他升級到最高就對了 把你所有的愛都給他 然後記得要幫你的大將軍換裝備 當你在抽卡或是消滅城邦 以及完成一些任務時候 會送你一些新的裝備 用不到的裝備就可以拿去合成 像我身上的這件槽牌 就是用一些用不到的裝備去合成出來的 你看這個裝備給的效果 甚至都比天賦給的多了 把你的資源先集中在最強的將軍 科學家跟藝術家上面就對了 千萬不要30隻角色都練 這樣你只會把自己搞得很忙 而且獲取資源的效率並不高 再來就是你的社會政策 如果說你今天打人 前置作意要做好做滿的情況下 打之前應該要去修改你的天賦 那修改一次要1000金幣 這還蠻多的 那我這邊是推薦 優先把榮譽政策的前兩層點滿 你看他給的霸魂幅度是這麼高 很高很高 再來就是你可以去點 自主政策這邊的 攻擊生命防禦相關的科技 科學這邊的話 有飛機的對地對空能力 還有飛機的防禦血量 那在點數有限的情況下 對我是覺得可以優先 把增加攻擊力的這些天賦都點出來 最後一個步驟就是挑好你看上眼的小帥哥 讓他知道什麼叫做男子漢 另外還有一點 打其他玩家也可以選擇使用集合攻擊 那我個人是比較建議盡量都使用集合攻擊 畢竟團結就是力量 這樣才可以打出更高的傷害 也可以減少自己的損失 但缺點就是必須要等人 那也有可能會因此錯過最好的進攻時機 好那我現在來帶大家看一下目前的國際局勢 我們是在1-8伏 目前主要是跟DH-18的韓國盟在打 你們看他們還直接把高射砲蓋在我的臉上 不知道是不是在暗示什麼 那下面這邊呢 也有他們的聯盟據點跟防禦塔 我們雙方的領土交疊在一起 主要就是環繞在這座聖索菲亞主教座堂 他們的主要成員在我們的右上方 那跟我們這邊是每天打來打去的 資源也搶得很兇 所以我都會跑到比較遠的地方出去採集 不然的話一直被干擾 然後因為有戰爭迷霧的關係 我們並無法完全掌握其他聯盟的動向 那目前這邊可以看到很多小朋友 蒙都躺在這個邊邊角角的位置 那幾個戰力比較高的聯盟呢 都已經在搶佔一些重要的中立資源和戰略位置 你們看這個地方 這個做成也是被其中一個聯盟給牢牢站住了 然後中間這邊有一大塊深灰色的迷霧 這個是未來最關鍵的兵家必爭之地 想要獲得賽季勝利 一定要想辦法攻在裡面的城池 取得生產高等兵種的稀有資源 這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關鍵 最後一樣提供一些小技巧 首先很重要的 倉庫的資源要收的勤勞一點 因為他的資源儲量很快就滿了 有更多的資源才能比別人更強 那再來就是你的加速或是體力 可以搭配這邊的每日活動 一般委託還有緊急委託來做 那這邊是有排名的 完成任務的同時還可以得到額外的獎勵 那第三點就是 新手比較容易忽略的 可以的話優先完成左下方推薦的任務 還有這個時代發展指南 因為完成了這些任務 他會給你資源獎勵 這樣的發展才會比別人更快 好然後再來就是這個每日課題 這個沒注意到的人趕快去檢查一下 你是不是已經少解好幾天任務了 這個超容易忽略的 是要自己點進來領獎勵的喔 好那以上就是這支影片的完整內容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有任何疑問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喔 我是輝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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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